可是我男朋友说他只爱我一个人 你的男朋友可能对每一个女人都这么说 对 有人说呀 十个男人九个色 谁说的 我说的 难怪我只听说十个秃子九个妇 也对 十色性也 男人本色嘛 这就对了 所以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就是 男人 秃头 愚蠢 好色 贴切 这基本上男人跟女人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女人专情 男人烂情 对 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 这个女人会把这个老公 当作他这一辈子唯一的男人 可是男人呢 他就巴不得所有他碰到的 他看得上的女人 统统成为他的老婆 哪怕只是一夜风流 可是我男朋友说他姐爱我一个人 你的男朋友可能对每一个女人都这么说 对 那男人都很好色咯 那可不 自古以来哪个男人不好色啊 你就拿皇帝来说吧 这皇帝明明就一个男人 可是那偏偏养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宾妃 后宫有三千家力 对 难道他不怕 他 怕什么 我在想就这样 很累 所以我说嘛 这个男人呢 有了权势 有了财富 就会有了欲望 这个欲望就是女人 这就是好色在作祟 所以自古以来的中国男人哪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那现代就不一样了 所以现代就有所谓的情妇咯 反正男人哪 前半辈子就忙着追女人 后半辈子就忙着甩女人 追女人我懂啦 可是甩女人呢 哎呀 那是因为食之乏味了 再加上年老历衰了 要不就是情妇太多 他搞不定了 可是也有很多男人 他不养情妇啊 那是因为养不起 对于这些养不起的 或是因为某种理由 他不能养情妇的男人哪 那有些行业就应运而生了 比如说是酒郎啦 酒郎啊 就是为了要满足那些 养不起情妇的欲望而产生的 是的 可是很多男人去酒郎 是为了谈公事 你傻瓜呀你 谈公事 办公事里面不能谈吗 咖啡厅里面不能谈吗 餐厅里面不能谈吗 真的要谈公事啊 马路上公园里都可以谈 哎 所以根本上啊 这个谈公事就是个借口 为了要到酒郎去弥补他不能够养情妇的这种遗憾 而且最重要的是上酒郎有的是话可以报公账 对 可是很多男人他不上酒郎 那是因为上不起 还有不能报公账 所以这种男人呢 就干脆把办公事直接当酒郎 对于他的女同事来个性骚扰 这种男人呢 色大胆小怕狗咬 只要吃吃个女生豆腐就吸奶一足了 可是也有很多女人对男人性骚扰啊 你看像电影那个桃色交易里面 那个戴宾罗尔就对那个帅哥麦可道格拉斯性骚扰 你笨蛋耶 人家是拍电影吗 可是也有很多男人他中规中矩 而且他不好色 这种男人呢就是道德标准比较高 自我要求比较严格 但是呢 还是有一种办法可以满足他好色的本性 比如说了A片呢 三级片呢 黄色书篇呢 艺术电影呢 艺术杂志啊 让他欣赏 哎呦 说得这么好听 什么欣赏啊 压根就是借财 也对 要不然这些书怎么会这么畅销呢 对啊 所以基本上啊 男人就是好色 那到底有没有不好色的男人啊 老实说当然有了哦 有 那就是还有希望的哦 哎呦 你别傻了 好不好 男人要是不好色 我们女人就失望了 对不起 那不叫失望 那女人就绝望了 你失望了吗